新婚夜,王爷被她表妹请去偏院 而我,早就脱了嫁衣,安睡整晚 反正,我们都不是女主 女配何苦为难女配呢 我早便知道王府偏院住着王爷的表妹 比次婚后,母亲使人去探厅的消息 要早得多,也更详细 新婚夜王爷没来,我毫无意外 也并不在意 我只知道,齐王赵郎总归要娶沈家女为王妃 日后还要封为皇后 她有没有一位放在心肩上的表妹 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是的,我知道剧情 我还知道我是恶毒女配之一 但那又如何,日子反正也得过 何况,现在也不一样了 原本此时嫁给赵郎的应是我的姐姐才对 但现在,换成了我 第二日,赵郎一早就过来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她 果如剧情所言,相貌堂堂,气宇轩昂 只是熬了一夜,眼底的清黑过于明显 到底不如我,一夜好梦,荣光焕发 她冷着一张脸,语气也硬邦邦的 肃随本王入宫 瞧她这样,若不是要进宫行 她都不会过来 寻常女子,遇到这等事,准得气出病来 但我不一样,我不像有些人 圣上赐婚的时候不拒绝 大婚之日,却下人面子白脸子 我既愿意嫁来,断不会再闹情绪 所以,我温柔地硬着 顺从地入宫,得体地表现 一个王妃该做到的,我都能做到最好 毫无意外,我获得了圣上与贵妃的赞许 带回了大量的赏赐 回城时,赵郎终于不再冷着脸了 仿佛是对我十大体的奖赏 呵呵,我配合着羞涩地笑了 回到王府,刚下马车 赵郎那表妹情弱就迎了上来 表哥 声音婉转悦耳,容貌轻力脱俗 虽因病弱有些憔悴 却别有一种娇饶美感 这就是后来让赵郎念念不忘的白月光啊 真是我见有脸 赵郎那就更心疼了 三步并坐两步上前 温声询问,你身子未愈 何苦出来吹风 秦若娇羞地任赵郎牵住他的手 轻声细语地说 我已好多了 昨夜表哥不管不顾地过来 扰了王妃的大喜之日 我总该来赔个不是 赵郎听罢 轻轻点了下头 语气更温柔了 你总是这么懂事 转过头再看我时 眼底的温情一闪而逝 语气也变了 王妃 这是本王的表妹若若 她虽客居王府 本王却是她为家人 她自幼体弱 须得好生调养 你若对她有无理之处 休怪本王无情 则则则 她二人是家人 我这个御风的王妃 反成了外人 秦若还娇滴滴地扯着赵郎的衣袖 称她 表哥 却在看向我时 毫不掩饰眼中一丝得意 都怪妹妹病得不是时候 惹表哥担心了 还望姐姐雅亮 原谅妹妹吧 说着赔罪 却在示威 好像谁听不懂似的 你们就说气不气吧 反正我不气 她人生气我不气 气出病来 没人剃 我不仅笑着说 无妨 还十分热情地表示关心 妹妹的病可好些了 我从家中带了许多上好的药材过来 不知妹妹用不用得上 等下就拆刘芳给妹妹送去 赵郎和秦若应该都没想到 我能做到这样 他们更想不到 我还能做到更多 回房后 我真的立刻就从家状里 清点出来一批上好的药材 列好单子 让刘芳带着人浩浩荡荡送过去 刘芳是我调教出来的 但是自然让我放心 很快 整个王府就会知道 新来的王妃不仅仁慈 而且大方 最重要的是 富有 纵然赵郎是个皇子 他生母却只是一介功臂 且早已香消玉云 即便他养在贵妃膝下 也是这三年的事情 家底还没攒起来 我就不同了 审是百年世家 我祖父三朝宰府 跟随本朝太祖打过天下 我父亲官拜内阁 我几位书白 堂兄 各个都是朝廷栋梁 我乃当今沈家族长嫡女 生母虽已逝 却也出自名门谢氏 沈是嫁女 嫁得又是皇家 我的嫁妆 放眼整个大兴国 那也是独一份 所以那句情礼 先嫁给赵郎的姐姐病逝后 我很快又嫁了进来 先做贵妃 很快就成了皇后 现在直接就换我嫁了 也好过多一次麻烦 而且我不仅真心地 送给秦若珍贵药材 我还要救她的命 刘芳这趟去了许久才回来 进门便向我回报那边的情形 秦姑娘身边的侍女 眼皮子推浅 只瞧那人参路容 别的真药一概不识 若不是王爷嘱咐 旁的那些怕是被扔了 也说不准 既然送了 秦若怎么处置我到我并不在意 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就好了 秦若呢 刘芳答 秦姑娘出来受了一场疯 又起不来身了 果然 虽不知这次秦若是真的还是装的 但她体弱的确是真的 原剧秦里 我姐姐嫁过来两年 秦若就病死了 那两年里 她今日头痛明日心痛 不仅拖得赵郎婚后一月 才与王妃圆访 还让赵郎将她的死 怪罪于姐姐身上 我姐姐虽然要强 却不是会害人性命的人 以至于时隔一年后 姐姐已做了半年皇后 赵郎才寻到由头逼死她 那理由也见不得人 不然也不会又将沈家 另一名女儿迎进宫 似是补偿一般 我不想姐姐死 也不想自己死 所以秦若不能死 只要秦若不死 管她与赵郎怎样纠缠 左右王妃是我 以后皇后也是我 就足够了 我嫁来王府 既不求与赵郎两心相许 也不求只手遮天脚弄风云 我只要安安稳稳过下去便好 为此 我甚至愿意花心思 保秦若不死 刘芳送的药 是我早就准备好的 此外还有安排 刘芳继续说着 王爷见王妃送的都是秦姑娘 需要的珍贵药材 大为感动 我就照王妃一死 说这些药材 都是比着神医杜冠烈的单子备的 王爷特意问了杜神医的事 我弯起嘴角 很好 耳料一下 就等于要上钩了 我愉快地用了晚饭 天刚擦黑 赵郎来了 这 我还以为 他多少也能忍到明日回门 不过 既然来了 可就不能走了 我故作惊喜地把他迎进门 王爷您来了 他欲言又止 但天太黑了 我看不见 我这还没洞房的新娘子 见了新郎官 只会羞涩地询问 王爷累不累 可要烧水沐浴 我都不问他 是不是要睡着 来都来了 对吧 赵郎看来也没想拒绝 他确实深爱表妹 只听了一点神医之事 就御尊降贵来我这里 要知道原剧情理 直到一月之后 他有事于朝堂至上 有求于老岳父 才不情不愿地来找王妃 且也只留了一晚 后来 他不是去陪秦若 就是独自留宿书房 就算来王妃房中一次 很快也会因为秦若再次闹翻 我可不会让自己落入这种境地 我不管他和秦若怎样 但王妃该有的 我也是要有的 现在 那么好一个台阶 我才不会错过 于是当晚 我俩成功圆了房 回沈家的马车上 赵郎终于问起神医之事 我闻贤戈尔之雅异 神医度冠 早年曾欠我父亲一桩人情 今日回门 我便禀明父亲 请杜神医来王府一趟 顿了顿 又略带点委屈 有杜神医出手 表妹一定能要到病除 果不其然 赵郎文言 机不可见地吐出一口气 还主动捉起我的手来 语气甚至比昨夜红帐内还要温柔 王妃不愧名门之后 如此贤惠大度 本王必不负你 我抿起嘴角 但笑便是 当天 赵郎投桃报李 表现优秀 为我在沈家立足了面子 我也信守承诺 很快便请来了神医度冠 杜神医来时 我也过去了 秦若身边的青蓝拦着我 踏过了摒弃给王妃 却放赵郎进去 杜神医也停住了脚步 赵郎回头 就要呵斥青蓝 我笑笑 无妨 妾身将杜神医送到便回去了 左右也帮不上什么忙 有王爷在 一切自会顺利 秦若要防着我 心里有想法也正常 只是我都将货真价实的神医请来了 他还这样 着实有点小家子气了 我只需毫无芥蒂 便高下立判 就连赵郎都在关心秦若之余 分神安慰我 他有病在身 你莫要往心里去 晚点我去看你 我又不是非得要去看他俩秀恩爱 得了赵郎的话 我痛快地毁了 反正 杜冠慧给我递消息 得知 只要秦若好好吃上三个月的药 活到五十不成问题 我安心了 为此 晚间赵郎过来 我又顺势提出 送一批药给秦若 简直是担惊结虑 赵郎都被我整不会了 搂着我叹息 宁儿 我扶在他怀里 夹着嗓子打 切身这是爱乌吉乌呀 回答我的 是赵郎卖力的表现 秦若的身子 肉眼可见得好起来了 赵郎很开心 对我很感激 他感激的方式 我也很满意 秦若治病期间 他时常塑在我房中 秦若仍是常派人来请 无非是那些借口 比如今日 清兰说的是 姑娘说要太苦了 不肯吃药 咱们都没法子了 请王爷快去看看吧 赵郎听完 下意识地转头看我 我仍只管笑 抿着嘴笑 隐隐隐地看着他 但不说话 谁还不知道 这是借口呢 但我不生气 赵郎有时会去 有时会留下 我从不生气 这反而让他对我生出愧疚之心 因而加倍补偿 去的次数越来越少 况且 今日不同往日 他自然更是不可能去的 不吃便不吃了 身子是他自己的 一日不吃 也无妨的 你回去吧 清兰走后 他揽住我 轻扶我的小腹 十分动情地说 宁儿 你可真是本王的大功臣 可不呗 原句情理 沈氏员后至死 都未曾有过一儿半女 现如今 终究是不一样了 新婚不足三月的我 有孕了 要知道 赵氏皇祖子四相来不疯 当今圣上年过五旬 也只得两位皇子 赵郎的皇兄 年纪而立 仅有一女 如今我这身孕 给赵郎带来的 不只是一个孩子那么简单 就如同他得意时 无意中说的那样 若得难 便是皇长孙 若是女儿 本王也是若冠之年 便有了子嗣 来日方长 因着这台 赵郎与我不说恩爱有家吧 那对我也是深情无两 平日里那眼神 那呵护 嘖嘖 若换个人 难说不会深陷其中 我只需想想姐姐 便冷静下来 然后赵冠丽 为赵郎选了两名侍妾 赵郎稍作推剧 便欣然接受了 呵呵 貌媒体娇 又柔弱可怜 这可是他最爱的款 我可是很识趣的 一时间 回府娇妻美妾在怀 朝堂上又利用杜神医 拉拢到几位从前毫无交际的大臣 赵郎可谓是春风得意极了 但男人事业得意了 难免就会冷落爱人 秦若身体健好 见赵郎的机会 却少了很多 在家我有孕 两名侍妾千娇百妹 笼络男人的手段花样百出 秦若明显有些着急了 赵郎对秦若感情虽真 但毕竟到现在为止 他还只是表妹 就算他不时地 以自己这痛那痛 觉得赵郎到他房里去又怎样 他还是未嫁之身 他留的赵郎到三更 却留不得他到天明 除非他不顾明节 与赵郎行夫妻之时 远去秦里 秦若病死的时候 仍还是客居王府的表妹 事已当听说 昨夜赵郎塑在了秦若房里时 我是真的惊了 就这脑子 若不是原剧情他死得早 恐怕这白月光 早就变成白帆利了吧 唉 这白送的人头 我是捡还是不捡呢 早上两名侍妾来我这请安 青岚掐着点过来传话 说赵郎不来用早膳了 自打我有孕 赵郎确实常陪我用膳 若不来 总会派人知悔一声 这一大早的 青岚过来回这话 众人难免揣测 他还大咧咧地说 王爷昨夜 现在我们姑娘那儿 今早要陪姑娘用膳 王爷说 请王妃莫要等了 说话时 他高昂着头 眉梢眼角都带着得意 那模样 生怕别人不知道 秦若昨夜和王爷干了啥 若不是知道 这是他们主仆一贯的作风 我都怀疑 青岚被我收买了 我保下秦若性命之时便知道 他早晚要入王府 但我想不到 他竟这样沉不住气 以这样愚蠢的方式达成目的 我真担心 等不到赵郎日后的真爱出现 他迟早还要香消玉云 其实我也猜得到秦若的想法 无非是要炫耀一下与赵郎的情谊 再就是宣告一下 生米已煮成熟饭 他入王府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谁也拦不住了 他沾沾自喜于成为了赵郎的女人 却不知道自己将失去最大的底牌 男人心里永远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赵郎来我房中时 我正悠闲地已在窗边看书 他没让人通报 静自进来 我余光早已瞥见 想了想 还是配合着假装仍沉浸在书中 他静静地站着看了我一会儿 才轻咳一声提醒我 我抬起头来 便撞进他满目柔情中 真是够了 前脚睡完小妾 后脚就来正妻房里上演恩爱情深 戏真多 算了 他开心就好 我仍同平常一样 挂上笑容 语气温柔 王爷来了 赵郎大概想到刚干的好事 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又咳了一声 目光躲闪到我手上 宁儿在看盒书 我沿起书卷 随手搁在岸上 不过是随便看看 不欲与他多言 我开门见山 切身还没恭喜王爷 得偿所愿 赵郎倒愣了下 随后才笑起来 走近牵住我的手 颇有些感慨地说 还是宁儿最体谅我 我回忆常年不变的笑容 他便继续解释 若若眼里只有本王 本王实在不能不管他 他自幼体弱 又没了母亲 留在王府 本王才能放心 我点头 王爷对表妹情深意重 切身都明白 赵郎好似松了口气 宁儿不责怪我 我便放心了 切身怎会责怪王爷呢 我夹着嗓子 说出赵郎最喜欢听的话 舔得他周身气势 都松懈了下来 我顺势问道 接下来 王爷打算怎么办 秦若进府 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这是不能由着他们来 若是赵郎一时冲动 让秦若做了侧妃 以秦若的性子 我以后别想安生 我得趁着他的失误 给他压一压 但也不能太低了 毕竟 将来我还得指望着 他和赵郎的真爱打擂台 不能还没入宫 就查无此人 赵郎此时刚从温柔相处来 别的没考虑 只斩钉截铁地说 自是要给若若一个名分 我跟着点头 应该的 然后故作遗憾地叹口气 原本想着 以表妹的身份 虽说不够封为侧妃 但等她养好身子 王爷再攒些功劳 咱们一起去求 陛下和贵妃娘娘 也未必不能策封 现如今 表妹还未出阁 便与王爷有了夫妻之时 目以成舟 哎 王爷这般行事 时事有些考虑不周了 一直以来 我都是为赵郎侍从 这还是第一次 说他的不是 赵郎大概觉得兴起 好笑地问 怎就是我的不是了 宁儿何出此言 我瞻她一眼 一则这与表妹明洁有爱 再则 未曾行礼便将女子收房 传出去也有损王爷声明 赵郎仿佛从未想过这些 听到这里 笑容定在了脸上 我又继续说 表妹母亲去得早 没人叫她 她父亲又不省事 纵得妾事都能气到底女头上来 她年纪轻不懂事 王爷还不懂吗 说到这 赵郎的笑容逐渐消失 我又做不解状 可王爷一向有君子之风 这么些年都客己赴礼 怎的突然就忍不了 不管不顾成了事了呢 赵郎张了张口 欲言又止 她不说 我便也不问 只有叹了口气 这事成了也便罢了 不叫旁人晓得 咱们早点禀名贵妃娘娘 行了礼 也就演过去了 天接日青岚来得不巧 我院子里都是人 她一嚷嚷 满府人都知道了 这时 赵郎恨恨地骂了一句 该死的婢子 我连忙轻拍她手 以示安抚 王爷莫怒 哪就怪得了侍女了呢 青岚小门小户出来的 怎懂这个 她也不是有意 只是为她姑娘高兴罢了 便是再大胆 没有秦若的授意 小小侍女 也不会赶到王妃这造次 赵郎发怒 恐怕也是想到这层 再为秦若遮掩罢了 我并不是要指责秦若坏事 便很快转回主题 未免夜长梦多 这是不能拖了 赵郎此时也觉得事态严重了 她沉思片刻 脸色变了几遍 才终于抬起头来 开口尽先谢我 还是宁儿考虑的周到 不然本王就要后悔莫及了 我笑笑 没说话 心里却有了数 看来秦若确实哄得赵郎 许了她不低的位分 只可惜 赵郎下定了决心 她几乎没带一点感情地说 三日后就让她进门吧 先做侍妾 日后 日后再抬位分 这 我眨眨眼 这是不是太委屈表妹了 我还以为 最低也会让她做个夫人 多半会是树妃 没想到 却是最低的士气 赵郎未免过于心狠了 我真是既高估了秦若在她心中的分量 又低估了她对前途的看重 也是 秦若在她府里多年 也未曾听说她为其争取一个名分 若是她早立了秦若当侧妃 圣上为她选的王妃 肯定就不会是沈家女了 我的心里顿时有些复杂了 赵郎却挤出了个笑脸 若若说了只要陪在本王身边便知足了 况且有宁儿在 本王信你会照顾好她的 傻 我差点翻了个白眼 四个月前 冷着脸担心 我对她表妹无礼的人 难道不是她吗 这么快就信我会对她好了 男人无情的时候 可真是无情了 我倒是真想对秦若好一点了 妾身定会好好为表妹操办的 秦若终于如愿以偿 成了齐王府的女人 但她对侍妾的未分相当不满 她气势汹汹地来我这闹 妹妹知道之前不对 饶了姐姐的喜事 可妹妹也不是有意的 姐姐怎能如此羞辱我呢 她一个小官嫡女 嫁给王爷做侧妃不够格 但做侍妾确实属于羞辱 但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这都是赵郎的主意 我好心提醒她 表妹是客 当以礼代之 侍妾侍妾 日后入了门 可不能像如今这般任性了 她是一句也没听进去 说不定还当我是在借机羞辱她 转头便甩着帕子 哭哭啼啼地去找赵郎了 结果听说赵郎哄了她半天 却始终不肯改口 后来还发了火 把她赶了回去 还说这几天都不会再去她房中 让她好好想想 秦若只得歇了 后来我大张旗鼓地为秦若操办了一场 一切一致都是比照淑妃来的 秦若以为是赵郎的意思 很快就与赵郎和好如初了 赵郎因此对我大家赞赏 无非觉得我大度贤惠那些 我能说什么呢 左右王爷娶个小妾 也不花我的钱 花她的钱办她的事 我还落着好 不枉我辛苦一场 有了名分之后 秦若与赵郎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黏在一起了 我有孕在身 本来就不介意赵郎睡在哪里 另两位侍妾虽着急 也知道秦若在赵郎心里是不一样的 两人都明智地暂避锋芒 倒让他们俩过上了 旁若无人的恩爱生活 不足三月 赵郎便找我商量 要给秦若抬一抬未分 我二话不说便答应了 秦若成了秦夫人 就更得意了 却不曾想叫侍妾李氏钻了空子 劫走了赵郎一次 有了第一次 自然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秦若为此与赵郎哭过好几次 开始赵郎还会哄着她 可次数多了 她也有些不耐烦 还跑来与我说 秦若怎么不能学学我 大度一些 懂事一些 我笑笑 然后劝她去寻性子温和 胆小的和事散散心 秦若管不了赵郎 便想折腾李氏与和事 那我肯定是不允许的 王府后院是我的地盘 男人我可以不管 但想越过我搞事 不行 这可是我安身立命之本 慢慢地 秦若没有别的办法 只得学会了温柔小意 以便多留赵郎几次 也不知该怪男人 还是怪这世道 不过短短半年 她就从一个被偏爱的人 变成了需要手段 争夺宠爱的人 待我生了赵郎的长子 皇长孙赵真后 又过半年 王府迎进来一位侧妃 威武将军的庶女骆云 这时 秦若仁还只是夫人 骆侧妃入府后 赵郎独宠了她一个月 后来肾上突然病重 她事物顿时繁忙起来 有限的踏足后院的时间 被她平均分给了我和骆侧妃 再后来 圣上下指立赵郎为太子 暂时坚果 我带着王府众人搬入了东宫 赵郎更忙了 很少踏足后院 来也只是到我店里做作 秦若一连几月 几乎没有见过赵郎 惶恐地跑到我店里哭 说到底 她也没有做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是不太聪明罢了 我实在见不得女子哭 便指点她 线下可是太子最关键的时候 旁的什么事都得往后放 你可得拎得清楚点 秦若过了这一年多 总算长了点脑子 老老实实回自己房里窝着了 又过了三个月 圣上驾崩 赵郎登上了皇位 我当上了皇后 骆侧妃为贤妃 李氏与和氏均为贵人 秦若被封了淑妃 这次她很满意 还特意来谢了我一次 赵郎后院的女人 说起来不算多 所以刚开始后宫还是比较祥和的 李贵人与何贵人 本就是我参照剧情 选出来的老实本分的 骆贤妃与我来往不多 但从剧情里看 也是个低调安分的 秦若也比之前拎得轻了 不再执着于让赵郎只爱她一人 但又开始热衷于孕育皇子 为此吃了不少苦药汤子 可惜 赵氏皇族的这个男女的体质 本就是为凸显女主设定的 秦若是不可能有孕的 在女主出现之前 谁都不可能再有孩子 就连我 生了真儿之后 也再无动静了 但幸运的是 真儿聪慧可爱 急得赵郎与太后喜爱 想想当初 是因为想要救下秦若 才结识了渡冠 后来全赖渡冠条理 再加一些运气 才让我得了这个孩子 想来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话也不无道理 现如今 秦若身子康健 我也安全地活过了 姐姐病逝的时间 很快 大选来了 原本我该与这次大选进攻 一起进攻的 一共18名女子 如今没了我 还剩17名 其中就有赵郎命定的真爱 即将一胎无宝的女主林若宇 林若宇名字里有个弱字 长得和秦若也像 就连绅士都与秦若一样可怜 因而性子与秦若也有些像 都是那种柔弱无助 能激发男人保护欲的小可怜 原剧情里 林若宇一来便吸引了赵郎的注意 让他想起了自己那无福厮守的白月光表妹 但现在 秦若好好的当着一公之主不说 性子也与从前不同了 许是赵郎与他吵架时说过什么 又或许自觉身居非味 今时不同往日 他开始模仿起我的形式 我观察了一阵 见他努力 克制自己的小家子气 学着从容豁达 倒有些好相处了 算是好事 因为秦若还在 赵郎也不会再照他的模样去寻替身 导致林若宇除了较为出众的相貌外 再没有别的格外明显的优势了 选是选中了 但也泯然众人重了 我问了赵郎的意见后 参照众人的家世 定了卫分 分配了住处 之后 这些新人便只能等待帝王赵姓 但赵郎继位不久 年富力强又干尽满满 此时正是冲政绩刷生育的时候 他并不留连后宫 原剧情里 他起初也是这样 只除了对女主偏宠歇 现在 他则热衷起 展现帝后恩爱 父慈自孝 进后宫的一半时间 都来了我这儿 戏言久了 难免入戏太深 渐渐地 赵郎看我的眼神 愈加深情 与我和真儿相处多了 也多了些默契 就连他林姓公妃的喜好 都似乎偏重起 端庄贤静的淑女 秦若性子大气一些后 赵郎去的次数也多了些 此外还有骆贤飞 以及新人中的一些名门贵女 以至于女主林若宇进宫半年多了 才终于有机会试寝 但女主毕竟是女主 别的不行了 还有绝对优势 于是仅仅试寝一次 他就有了身孕 太医诊出他怀了不止双胎时 整个后宫都惊呆了 赵郎与我大婚两年后即位 如今又过了两年 整整四年 都只有真儿一个孩子 赵氏皇族的体质 大兴朝上上下下都清楚 赵郎年纪轻轻 就有了嫡长子 属于很不错的了 因而也没人就皇帝子嗣 稀少做文章 但林若宇这个小小美人 也过于优秀了 消息报到我这之后 我就抓紧派人去通知了 赵郎和太后 然后迅速带着刘芳 赶到了林若宇那里 赵郎来得也很快 他还叫来了半个太医院的御医 看着赵郎那兴奋的模样 我心里严阵以待起来 我想起原剧情里 林若宇一进宫就被封了贵人 很快就是寝并获得专宠 查出有孕后 立刻就升了贫位 生产后又风飞 排位还在骆贤飞之上 达成了进宫一年 就成为后宫第二人的成就 而那时为补姐姐的缺财入宫的我 无子又无宠 出于嫉妒 走上了恶毒女配之路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嫉妒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我一个皇后 会因为嫉妒女主 做出种种恶毒之事 就像我不信 姐姐会因为赵郎偏爱秦若 便害死她一样 但剧情似乎真的有一定的魔力 当年姐姐告知我剧情后 我们努力许久 也只是改变了 她一个人加入王府的命运 如今 哪怕姐姐 我 还有秦若 三个女配的命运都改变了不少 女主也还是照样会入宫 有孕 我想这次 属于女主林若宇的剧情 多半是要开始了 林若宇事情是两个多月前的事 如今月份还小 但嫁不住她胎多 御医们都能摸出来她怀了多胎 只是究竟几胎不能确定 众人对此也有些争执 我倒是知道 这一胎肯定是五宝 三男二女 可我不能说 赵狼自然是得意的 乐得开怀大笑 还连说了几个 好 好好好 一个她都会高兴 何况一次好几个 这可都是她龙惊虎状的证据 就算是对上列祖列宗 她也是可以鞠躬的 虽然 这其实都是人家林若宇的功劳 但谁叫她是皇帝呢 不过 这一来 林若宇也该入了赵狼的眼了 下一步 大概就是升级禁卫 交房毒宠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赵狼对林若宇竟并无多大兴趣 她高兴完了 说了几句安抚林若宇的场面话 下令赏赐一些钱物 就再没别的了 林若宇倒是很会抓住机会 一直含情默默地望着赵狼 歇恩时 适时露出纤细白嫩的脖梗 娇滴滴地唤着 谢陛下 赵狼却看都没看 反倒喜滋滋地转头对我说 皇后 你最是稳妥了 朕就把黄色的事情交给你了 这话说的 好像真的与我恩爱两不一一般 我可不敢信 我虽能保证 不会像剧情里那样 对女主百般刁难 却不敢确定 万一出点什么差错 赵狼会不会信我 不过根据剧情 林若宇肯定会顺利地生下五宝 那我接了这个差事 倒也不算很难 毕竟保证皇室子嗣绵延 也算是皇后的主要职责之一 只是涉及女主 我行事间要多加小心 眼看赵狼想走 我连忙伸手拦住 陛下 林美人怀了龙胎 可是大功臣 除了赏赏赐 位分上也该便便 我先把态度晾了出来 有功 该讲 赵狼并不在意 皇后看着半遍事 我想了想 问 那就先升为财人 带皇子降生 再行风赏 赵狼威遗憾手 渴 我又说 林财人怀了多胎 恐怕会很辛苦 她有孕期间 建议太医院 每日派人请平安麦 另外 这些小事 皇后决定便可 朕还不信你吗 赵狼打断了我的话 略有点埋怨道 皇后 朕还有好多折子 要批 这里就交给你了 你多辛苦 朕可真得走了 说吧 她笑着拍了拍我的手 然后抬脚便走了 看都没再看 林若宇一眼 那一瞬间 我差点觉得 也许赵狼 真的对我有情了 但我很快 就冷静了下来 赵狼这样的人 怎么会有真情呢 她把死去的秦若 深埋心底 为她复仇 寻找替身 便是真情吗 那秦若活着的时候 也没见她 为她遍访名医 或求个名分 短暂死守啊 现在秦若还在 她对她的情 还剩几分 她专宠林若宇 只与她生育皇子 为她把皇后打入冷宫 便是真情吗 可那难道不是因为 只有她能生 再看她对我 相敬如宾 世事尊重 信任有加 有伤有量 难道就是真情 或许 只是因为我这个贤惠 大度的皇后 很好用呢 不过是因为相处久了 形成了习惯 我就忘记了 自己一开始的担惊结律 想想刚嫁入王府时 为求生存 我故作温柔小意 那不是我的本性 就算受了委屈 我也毫不在意 把所有不满压在心底 不是真的毫不介意 只是不能而已 那时所有的狼狈 我都藏在了心里 无人看到罢了 所以 赵狼会对我有真情吗 就算有 也是对那个 他看到的表面的我 那个如禽弱 凌弱与一般 内心柔弱 需要依附 他生存的可怜女子 那不是真正的我 那只是赵狼 内心深处的永恒需求 赵狼虽贵为皇子 生母出身低微 却是他心中 永远无法正视的痛处 所以他表面强大 却总是会被 弱小可怜之人吸引 那个人可以是 秦弱 林若瑜 也可以是我沈宁 还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所以 就算他现在 没有注意到林若瑜 也不代表 往后他不会看中他 或者看中王若瑜 李若瑜 我必须清醒 赵狼的无情表现 让林若瑜很是伤心 他性子本就敏感 加上孕期情绪不稳 赵狼刚走 他就忍不住 开始哭哭啼啼 我忙跟御医 再次确认他的情况 御医都说 他现在胎向稳定 身子也抗健 只是忧思过度 十日久了 恐于胎而有碍 我考虑了下 决定趁他行动还便利 把他移到凤鸾宫旁的 七云店居住 好方便我就进观照 同时命令太医院 每日至少派两人 为林才人请平安麦 早晚个一次 林若瑜搬到七云店后 我又比照他的位分 给他多添了两个侍奉的工人 还安排了两名医女 专门负责他的饮食营养 以及起居用品的安全 吻婆和乳娘也开始准备 因是多胎 乳娘足足准备了八个 到时也好拣选 平日里 各种佳肴真药 流水般地往他店里搬 我免了林若瑜日常请安 又敲打了个公嫔妃 强调了赵郎和太后 对林若瑜这胎的看重 令众人都安分守己 为了照顾林若瑜的心情 我还常劝赵郎去探望他 总之 方方面面我都考虑到了 也照顾到了 再也寻不出什么错处的 对此 满公嫔妃都羡慕了眼 却也只能歌颂我的慷慨 太后他老人家 对我也是赞不绝口 至于赵郎 就更满意了 他甚至动情地表白 得妻如此 福福何求 我很熟练地配合着笑了 果然 在接连去探望了林若瑜几次后 赵郎对他上了心 真是毫不意外呀 林若瑜得偿所愿 心情大好 我稳坐凤鸾宫 平静如初 现如今 赵郎不会因为有个新宠 就对我这个资深皇后怎样的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我只需安抚好后宫 尽职尽责足矣 只可惜 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开 在赵郎连着几日去林若瑜那之后 秦若红着眼睛 跑到了我宫里来 许久未见秦若这般沉不住气了 见了我就开始哭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你总是一直端着 这副大肚的面孔 我在你新婚夜抢走你的夫婿 你不生气 我从你房中一次次叫走表哥 你也不生气 你治好了我的病 我确入了王府 你不曾担心半分 后来还为我请封为妃 我曾以为 是因为你有孩子 才有底气 可现在别人也要有皇子了 还比你多 你还不着急 还那样大度地把皇上推到他那里去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不是应该去争 去抢财队吗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他一口气吼了半天 然后恶狠狠地瞪着我 可他明明很生气 眼角却滑落了几滴泪珠 我叹了口气 收起笑容 我常年挂着和煦的笑容 并不是真的爱笑 只是笑容可以掩饰心底的情绪 你去了林才人那里 我不赞同地看着他 从前 我曾想过 要靠白月光同女主打擂台 可后来 倾若变了许多 她的性子磨平了 努力变得豁达 因着平日常往我这跑 偶尔还会同我说些心里话 都是女人 我并不想看到 她为了争宠 彻底变得面目全非 我有时会指点她两句 算不上朋友 也不再是敌人 就像现在 她好像在生我的气 却也在为我担心 我以为她早就同我一般 想明白了 原来静还是懵懵懂懂 在我平静的注视下 秦若慢慢冷静了下来 却开始迷茫 她说 我看到林才人 她与我从前 好像 我看着她 我看着她与陛下说笑 陛下为她拂去 并边的落叶 仿佛看到了从前 我与表哥在王府里 表哥 不 陛下 她不是不喜欢我这样的吗 难道只是因为林才人 有孩子 她不解的看着我 期盼着我能给她一个答案 我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她从前凄苦 也算赵狼解救她于水火 她对赵狼的感情 与我是不同的 赵狼与我 顶多是多情似无情 于秦若 却可算是复心绝情 这种事 只能自己想明白 旁人怎么说得轻呢 我只能是安抚她 劝慰她 陛下心中 自是有你的 秦若很是难过了一阵子 我还想 别顾好了皇帝的心欢 再让她的就爱伤心病了 秦若可是有救急的 看我这皇后当的 可真是不容易 不过世事总是难料 林若宇得了赵狼亲眼 还不足三月 就又失了宠了 听说前几日 赵狼脸色铁青 离开七云店 便再也不肯去了 我去了七云店才发现 才半个多月未见 林若宇的肚子 竟已飞速胀大 才孕六月 却如同别人足月般大 她的模样 也变化很多 刚有孕时 她皮肤白皙 头发污亮 比只有孕前 还要水灵几分 可现在 她头发暗淡 面不生斑 手脚肿胀 实在是称不上美了 就连哭她都不敢大声 说是怕吐 我突然意识到 她小小年纪 便要一胎孕育五个孩子 实在是凶险可怕 那剧情里 说她会一切顺利 便真的不会出什么差错吗 我此时考虑的 已经并不是赵狼 为何厌弃了她 也不是若黄四出了问题 我要担上什么责任 而是发自内心地替她担心 或许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会怜悯弱小 诱惑者 误伤其类 身为女子 当真是生而艰难 一胎无宝 别人还当她是福运满身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我没有再去问赵狼原因 也没有再去劝她过来 我紧急派人去寻了渡冠 然后整个人几乎住在了七云店里 整日陪着林洛宇 我看着她吃了吐 吐了吃 看着她从让人扶着 到后来根本不能下床 后来甚至无法独自翻身 到最后 差点要食难尽 这期间的痛苦折磨 除了她自己 没人能体会得到 直到她生产 赵狼竞争的一次 也没再来过 杜冠说 寻常女子怀了双胎 常会早产 林才人这多胎 多半也会 虽脉相看着胎儿都很健康 但女子生产之际 情势多变 若有一二皇子有样 也在所难免 御医们对此也是赞同 赵狼得之后 嘱咐的是 尽量保住皇子 提都没提林洛宇 但好在林洛宇是女主 经历一番生死惊险后 最终 她生下了五个健康的孩子 自己的命也保住了 和剧情里一样 林洛宇生了三男两女 赵狼得一急了 当天便昭告天下 要大赦 还要开恩科 奋斗三年 还不如林洛宇生这次孩子 为她博得了登基后最大的功绩 可她不仅不感激林洛宇 还觉得她生产后身子大损 恐怕命不久矣 不能教养皇子 便把几个孩子全都送走 分给了我和另外四个高位嫔妃 她还只想给林洛宇封个贵人 我据理力争 也只给她争的一个嫔位 林洛宇得之后 那双曾经如葡萄般水汪汪的大眼睛 仿佛熄灭了一般 从此再无神采 林平将养了一年多 身体才终于恢复得差不多 我便把二皇子送回了她的身边 她生下的其他四个孩子 三、四皇子 分别跟着洛贤妃和秦淑妃 大公主在萧妃处 二公主在端嫔那儿 林洛宇自知精力有限 也无意养育所有孩子 但还是对我送回二皇子感激不尽 派运期时 秦若见我一直在七云殿 也来了多次 见过林洛宇痛苦的模样后 秦若对她充满了联系 后来也时常带着四皇子过来看她 渐渐的 其他三位嫔妃 也自发地带着孩子常来走动 五个孩子一亩同胞 一般大小 相处起来格外有趣 倒给我们几人无趣的宫中生活 增添了不少欢乐 此后时间过得仿佛特别快了起来 皇子们逐渐长大 我们逐渐变老 宫里的新人却是一茬接了一茬 可孩子却再也没有过了 我还记得 那剧情里 林洛宇一胎无宝之后 虽然再没一次生过这么多 可还是又生了几回的 但现实却是 林洛宇没再生 谁也没有再生 后来我也知道了 赵狼当初厌弃林洛宇 只是因为他在与赵狼用膳时 突然吐了一地 然后赵狼便发现 他竟变得如此丑陋恶心 就再也找不回恋爱之心了 后来林洛宇好了 他也忘不了他当时的模样 始终不曾照姓他 只是连续几年 后宫都无人有孕 赵狼便又想起了他 可照了他一次 没有灵性就将他送了回来 有人在背后偷偷嘲笑林平 有孩子又怎样 还不是无宠 他却偷偷跟我说 娘娘 我给陛下看了我的肚皮 说完还得意地笑 笑完又擦掉泪珠 小声地说 我娘亲不过是县位之女 却得嫁之府为妻 便是因为我珠位姨母 均是多子多福 我爹爹娶了我娘 我娘便一直在生孩子 我有七个哥哥 最小的两个哥哥 与我同日出生 我娘却去了 我爹送我入宫 想靠我飞黄腾打 我一来便知道 我定会生下皇子 我还知道 只要我想生 我还能生 可我现在 永远也不想 给陛下生了 他说这话时 我不又想起 那时他躺在床上 痛不欲生 赵狼却下旨 务必保住皇子 我握住他的手 坚定地回答他 嗯 不生 赵狼登基的第十五年 蓁儿被立为太子 娶了太子妃 这些年 赵狼虽偶有心欢 但一直都维持住了 帝后深情的表象 除了几位高位嫔妃 宫里宫外都觉得 皇帝与皇后 抗力情深 好话听得多了 真的有人会当真 赵狼自己 就对此深信不疑 他觉得 我们字节发为夫妻 携手走过十几年春秋 从不曾相依 是多么难得 他甚至开始 标榜自己的深情 为我写诗 为我庆生 打着我的名义 四处新修宫殿 上行下校 有文人写了文章 宋阳皇帝不爱女色 是天上地下第一深情郎 赵狼看后 龙颜大悦 那落地的秀才 也因此得了一官半职 如此一来 此风更盛 我实在看不下去 劝了赵狼几次 他竟赌气跑去 江南微服私访了 结果这一去 就没能回来 赵狼是被抬回宫后才断得起 好歹面子上好看点 大内总管说 是有人假作橘子献文 实则行刺 赵狼与人相谈甚欢 平退了左右 那橘子图穷笔现 暗卫再要相救 已是来不及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 这会是一个皇帝的死因 浩大喜功到这个地步 还是喜欢被人夸情深 以后的野史 怕不是会将这个皇帝的故事 编出花来 赵狼一生追求美名 最后靠死一名传千古 也不晓得他泉下有之 会不会气得再死一次 想想就想笑 只是想想 作为他的皇后 每次提他 可能就会连带 我也被拉出来编尸 算了算了 盛名骂名 都是身后事 我才不会在意 人生的前三十多年 我手握剧本 却也丝毫不敢放松 忙忙碌碌 也不知有什么意义 我以为我明白了 然而我还困在茧中 赵狼一死 我才彻底明白过来 男人 是一切不幸的来源 年纪轻轻就当上太后 才是完美结局 好在 我的好日子 还长着呢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